这是我向往的世界 一个是外套 愿望会用最美丽的夜色来守护 花的永恒 好让你来 好 好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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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哪吼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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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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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干 嘿 呀 别跑 嘿 嘿 嘿 ags 啊 来 看招 小小一个化仙如此狂妄自大 奉玉帝指令把你扁下人间 直到你大彻大悟才能回返天庭 去吧 不要 不用 我不管 我一定要 我都说了 不行啦 我不管 陈湘 不准你甩 门啊 真是的 越大越没有礼貌 哎呀 干嘛 一回来就发那么大的脾气啊 爸 都是你把陈湘给宠坏了 啊 爷爷 哥哥刚才在祸祸比赛中又得了安慰奖 哎呀 得安慰奖也是得奖啊 干嘛要发脾气呢 哥哥说 他没有得第一名是因为没有一支好的画笔 哦 就为了一支画笔啊 你就买给他嘛 爸 你知道陈湘要的画笔有多贵吗 一支画笔会有多贵啊 我买给他吧 爸 一块钱 不是 五块钱 也不是 难道是十块钱啊 再加一个鸡蛋 再加一个鸡蛋 爸 陈湘要我买一支价值一百块的画笔给他 哇 那么贵啊 哎呦 就是啊 这支笔是用金做的啊 差不多 听说是用雪山上的金灵羊的毛做的画笔耶 哎呦 哎呀呀 啊 就是嘛 一个小孩子要这么贵的画笔来做什么 前三名得奖者就是用了这支画笔 我就是没有这支笔才拿安慰奖 胡说八道 妈妈小气 自己买几百块的包包也不眨眼 什么啊 哥哥说的没错啊 是谁说我买几百块的包包也不眨眼的 爸爸说的 妈妈你不爱我 妈妈小气 哎 陈湘 我不准你这么没有礼貌啊 妈妈就是小气 小气 小气 陈湘 我不准你再甩 哎呦 哎呦 这支 哎 她抓到你的弱点了 爸 你还小 都是你和她的爸爸把她给宠坏了 好 陈湘 你再不出来就没有饭吃了啊 你如果不买那支画笔给我 我就永远不出来 哦 可人专门开始了 哎呦 不出来就不出来 我也不管了 妈妈 哎 媳妇 你出门了 我要出去 踹踹风 妈妈 天冷就回来哦 哎呀 哎 媳妇 你可不要甩门啊 哎呦 爷爷 妈妈太甩门了 这个就叫做 上梁不正 下梁歪啊 哦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 哎呀 这个很难解释了 哎 陈湘啊 你妈妈出门了 你可以出来喽 哦 爷爷 哎呀 你刚才那种态度很不对哦 别人就是有那支画笔才会得到冠军 哦 是吗 爷爷是真的 冠军亚军和冀军都是用那种画笔哦 哦 这样啊 嗯 那好 有没有人想听爷爷讲个故事啊 我不要 哥哥不要 我要 啊 哈哈 好好好 那我就只讲给弟弟听咯 好 嘿嘿嘿嘿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男孩 他的名字叫做马良 他就住在比加山下村子口的一个柴房里 什么是柴房 哎 哥哥 你不是不要听故事的吗 啊 那柴房呢 就是一个拿来放木柴的小房子 哦 啊 那马良的父母啊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咯 所以 他只好靠打柴割草来过日子 村民们虽然都很穷 但是他们还是经常帮助他 马良自幼就很爱画画 可是因为他没有钱买画笔 所以只好用树枝石块 在地上墙上甚至岩壁上画画 这一天马良砍完柴后 再回家的路上 这一天马上来的路上 小弟弟 这些都是你画的吗 画的可真好 那里那里 哎呀快呀那里 哎呀哎呀 嘿嘿嘿嘿 哥 哇哎这这这这这是小姐 小姐 马良 哎哎哎哎 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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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牛阿花 马良你蹲在地上干什么啦 哎呀阿牛你好白痴啊 你没有看到马良在地上画了许许多多的蝴蝶 呃还有这漂亮的花朵吗 我当然知道 我只不过是随口问问 只有白痴才会问白痴的问题呢 你们别吵了 这里的花开的太美了 我忍不住停下脚步想把这里的花都画下来 哎阿牛阿花 你们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我放羊他放牛马良他放屁 真无聊 阿花你看好多蝴蝶飞到地上画着画 哇哇真的耶 他们把地上的花当作真的花 啊马良你可真厉害 哦你画的真好画的真像画得好又怎么样 如果我有一只画笔那该多好 马良画笔是长什么样子的啊 哦是啊马良画笔是长什么样子的呀 快和我们说说 这画笔嘛 这是笔杆 这是笔头 用它画起画来 随心又顺意 要粗就粗 要细就能细 想弯就弯 想曲就能曲 用它画起画来 美妙至极 啊原来画笔这么好 为不得你非常想要一只笔呢 对了马良 那我们在哪可以找到一只画笔呢 大财主家有一个画馆 那里就有很多画笔 我们去看看 嘿嘿嘿嘿 你们别过去啊 啊 啊 马良画笔在哪儿 噓 别惊动了财主哦 哦哦 妈呀 在这儿真的能够看到画笔吗 能 我天天打柴经过这画馆 每次经过都会趴在窗口 偷看他们画画 呃 鼻桶里就有很多的画笔 我们在窗口是把笔看清楚哎 嘿嘿嘿 松点 哎呀 喂哇 哎 这只死画笔怎么都不听我的画 画得不好 我不画了 烦死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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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 你画的那只大青蛙 比我的好多了 什么大青蛙 我在画蝴蝶啊 哈 啊哈哈哈哈 你逼我还糟糕呢 哈哈哈哈 啊我也不画了 累死我了 哎呀 我也是 哦 先休息一下吧 哎呦 哎呦 哇 哇 哈 哇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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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 你刚刚想做什么 没有我什么也没想 才怪 你要画我的脸 哼 让我教你如何画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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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的笔揪断了 我的笔也断了 快给我住手 老师 老师 金宝打架 老师 赵才打架 什么是你打架 你睡觉到了 打你了 那是我叫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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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了 那是你了 哎呀 你们俩 不好好地学习画画 反而打起架来 成何体统 老师 老师 你看 金宝把我的笔给揪断了 老师是赵才先把我的笔揪断了 是他先想画我的脸的 那是你睡觉到哪儿画脸的 什么是你说累了 说什么是你睡觉到哪儿画脸的 你睡觉到哪儿画脸的 不要吵了 继续练习画画 老师 你看 我的笔断了 老师 你看 我的笔也断了 所以不能练习画画 笔断了 不能练习画画 没问题啊 没问题 老师 有的是笔 我会再给你们一支 让你们好好练习画画 是谁在窗口偷看 快给我进来 被发现了 原来是你们这些野孩子 老师 我想学画画 你是谁也想学画画 老师 我叫马良 自幼梅爹娘 靠打柴割草为生 老师 我真的很想学画画 您可以给我一支画笔吗 学画画本应是达官贵人家 你别在这白日做梦了 你有钱交学费吗 你有钱买画笔吗 没有 没有就给我出去 这里没有笔给你 出去 出去 没钱还想学画画 哈哈哈哈哈哈 笑什么笑 今天就学到这儿 下课了 下课了 哇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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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穷孩子就不能学画画 我不信 我偏不信 我就是要学画画 嗯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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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良 马良你看好多萤火虫哦 嗯 哦 啊 好美哦 啊 啊 马良 我们应该向她们学习呀 学什么啊 嗯 萤火虫虽小 可是点点萤火聚在一起 也可以点亮黑暗的四周啊 哦 对对对阿花你说的真对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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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花说的对 我们要向萤火虫学习 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 不像黑暗屈服 嗯 嘿嘿 银火中满天飞 好像天上像星星 飞到东飞到西 一闪一闪亮晴晴 不要把它看不起 小小虫儿都生气 至少成多方光明 照亮我路回家去 好让我们回下去 回家了 哈哈哈 等我们哎 等我呀 喂阿牛嗯嗯你说我们和马良算不算是朋友 是啊 嗯那我们就应该想个办法 怎样才能够帮助马良有一只画笔呢 啊 是啊 嗯可是我们怎么帮助他呢 啊 哦我们可以做一只画笔送给马良啊 做画笔嗯好主意 只像马良再也不会未没有笔发丑啦 嘿嘿嘿嘿嘿 可是你会做画笔吗 啊 不会 哎 我也不会那怎么办呢 哎哎呦怎么办呢 啊啊阿牛哦 要不然我们找一些朋友来帮助我们吧 找谁啊 我们找找 啊你看啊就找她们吧 小朋友们你们好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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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那个你们记得画笔是长什么样子的吗 是呀是呀 我都忘了 画笔长什么样子的 谁可以告诉我们呢 你懂吗 嗯 你懂 什么 长长的 长长的 对长长的 啊啊毛毛毛毛毛毛的东西毛毛的哦对对对对那个毛毛的叫阿牛长长的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可以先找一只树枝来做长长的笔杆对不对对对对对叫那个毛毛的笔头那个笔腿该用什么来做呢笔头毛毛的毛毛的该用什么来做呢小朋友哦呦什么啊 用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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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下来用她们做笔头 哎哎你好聪明啊哈哈哈真的好好 哎头发哎哎哎哎哎做好了 嘿嘿嘿嘿 哎阿花阿牛你们在做什么马良 马良 马良 我们在做画笔给你呀对马良你看这是我阿牛为你做的画笔 呀哈哈哈哈哈哈阿牛你这哪是画笔呀你这是一根扫把还炸我 哎给你看我的哎 发 aquí你的才是扫把持扫把你的更香 我要帮啊阿网阿牛谢谢你们我是真的很想要有一只画笔 你就说我想我的もの和我的是画笔 如果我有一只画笔 我会把梦花下来 在那世界里只有蓝天 白云陪艳阳 绿草碧雨陪山水 每个人都一样 无争无脑 和母相处 喜洋洋 如果我有一只花笔 你就可以随时到我梦里来 在那世界里我们抬头 要忘记爱你 可以 走过小桥把水 咱俩我多一次 每个人都是一个人 无凭无福 互相帮助 勉励祝福 这是我相望的世界 一个世外桃源 我会用最美丽的颜色来守护 它的永恒 好让我能听到花开的声音 闻到眉宇的香气 这是我相望的世界 一个世外桃源 在这一世无尊的空间 只能再相信 认知初心本身 如果我有一只花笔 我就毫不犹豫把我自己画进去 在那世界里 在那世界里我会重新 来做我自己 灵体 灵体心中真心花 倒是脸上微微笑 无忧无虑活在荡肖 如果我有一只花笔 如果我有一只花笔 自己做画笔 为什么以前没有想到呀 自己做画笔真是个好办法 我们来做画笔吧 我们来做画笔吧 我怎么做来做去都做不像呢 好困难 啊我也好累 哎呦 你们休息一会吧 哎呦 啊哎呀 嘿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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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呃 哎 嗯 哎呦 哎 小画家 我们又见面了 姐姐你好啊 你在做什么 我在为我自己做一支画笔 做画笔 这么麻烦 为什么你不买一支呢 姐姐 我没有钱买不起啊 哦 这样吧 黄 不 我是说 我家 有许多这样的画笔 下一次我送一支给你啊 真的 真的 那里 那里 好了 我快走了 如果有人问起我 你千万不要说借过我啊 快点 那里啊 快点啊 小弟弟 你有没有看到一位漂亮的狗 漂亮的姑娘 漂亮的姑娘经过这里 对 你有没有见到啊 姑娘 没有 我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对啊 找不到 我们的人头不薄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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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找姐姐来做什么 我也好累 马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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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姐姐你是谁呀 我是神仙姐姐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嗯 不怕困难艰苦要把化学 嗯 我现在就送你一支笔 嗯 你用这支笔好好地画 嗯 造福大众 谢谢神仙姐姐 我送你的是一支神笔 嗯 不失墨也无失指就能画画 好好用它 千万不要丢弃 记住我的话 造福大众 神仙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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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原来是长帽 这不是梦 不是梦 我真的有一支画笔了 哈哈 哇 谢谢你神仙姐姐 我一定会记住您的话 好好造福大众 好好珍惜这支笔 好好的画画 哈哈 我有一支画笔了 阿娘阿花 起来快起来 嘿嘿 我有一支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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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们看 嗯 画笔 马辽 你真厉害 真的做出了一支画笔 不不不不不不 是一位神仙姐姐在梦里送给我的 当我从梦中醒来 手中就拿着这支画笔哦 你的心地好 神仙也来帮你了 马辽 真替你高兴哦 神仙姐姐还告诉我 这是一支神笔 不需要墨也不需要纸 啊 马辽这是真的吗 快画一个给我们看看啊 是啊 马辽快画一个给我们看看啊 好 那你们要我画什么 啊 哦哦 我们就画 蝴蝶吧 蝴蝶嗯好 嘿 哦 哦 哇 哇 蝴蝶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这真的是一支神笔 哦 蝴蝶真的飞起来了呀 哈哈哈哈 哎 哦 马辽 你可不可以再多画一些蝴蝶呀 蝴蝶多了 才好看吧 哦 好 就画更多的蝴蝶 嘿 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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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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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柳凯 怎么了 为什么苦羊 呃 我家的小鸡 今天一到早就不见了 嘿嘿 会不会是被黄鼠狼抓走了 啊 哈哈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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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凯 不要哭了 我给你画一只吧 好 我给你画一只 好 嘿 啊 啊 小花 啊 小花 谢谢你 我回家了 你等一下嘛 让我看一下小鸡 啊 我们接着画吧 你给我画一只百零鸟 让大家天天能够听到它歌唱般的叫声 马良 马良 刘师 哈哈 真的什么都能画吗 真的什么都能画吗 没错 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画这些草药呢 啊 好 可是 你要这些草药来做什么 啊 隔壁村发生了瘟疫 这些草药可以帮助他们呢 原来姐姐你是医生 啊 那马良我们的东西待会再画啊 画草药要紧 好 嘿 嘿 哇哇 哇 这样就能画出来 真的很感激你 可是 这么多的草药 我怎样才能拿得动呢 哦 我能帮你呢 还有我呢 哈哈 谢谢了 啊来来来 啊 祝 哎呀来来来 我帮你啊 哎哎哎哎哎哎啊 啊 当心点啊啊 我我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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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感激你 呃 请问你是 我叫马良 啊 谢谢你了马良 哎那里那里 哎呀 哎呀 快点那里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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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娘面最好 这好多东西啊 真是神秘的 真是神秘的 但是不好拿呀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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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呢 这老娘画给我呢 你小心点拿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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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就是这里了 老娘 谁啊 快跟我回去 走 你干嘛拉我呀 快走快走 别说那么多 快跟我走 老爷 马良带到 马良 快快快 请坐 是啊 马良 你别客气 快请坐吧 不用了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 我要回家看财呢 再见 马良 我们听说你是个好孩子 喜欢画画 而且还画得很好 我还听说你手中有一支神笔 用它画的东西会立刻变成真 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你是如何得到神笔的 我确实是有神笔 可与你圆外没关系 怎么得到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要回家了 再见 马良 你不必回去那破破烂烂的家 我聘你为画师 你就住在我这大屋子里 专门为我画画 我每个月给你很多钱 大鱼大肉供养你 哇 这样的好日子 我享受 不请 我还是过我简单的日子去砍财 再见 你这狗奴才 真不实在 来马良 既然你不喜欢这样 我们也就不勉强你了 可是你每天要来我们这里 为我们画十个金元宝 我是个穷孩子 金元宝我见都没见过 我不会画 老爷 我来看你 马良 你没见过金元宝 那没问题 阿福 阿财 是 从财库里拿个金元宝 给他瞧瞧 是 老爷 嗯 嗯 马良 今天就让你大开眼见 老爷 是 金元宝宝 去拿最大的那个 去拿最大的那个 是 老爷 嗯 嗯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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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家已经有那么多的金元宝了 干什么 还要我回你画呀 穷小子就是穷小子 金元宝当然是越多越好 哎呀 你少废话 叫你画你就快画呀 我不会帮你们画 哼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画也得画 你要是不画 我就把你关起来 不让你回家 不给你饭吃 直到你答应为止 马良 你画不画 嗯 我不会画 嗯 哎呀 不识抬举的东西 阿福阿财 是 把他给我关起来 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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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下去 我还不信 驯服不了他 哎 夫人 真厉害 快快快快快 请坐 请坐 气死我 别气嘛 哎呀 按摩一下 老爷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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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不好了 胡说 我可好得很 嗯 哎呀 老爷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宰相在门外求见 宰相 别来无恙啊 宰相托您的福 请坐 哎 谢了啊 嗯 哈哈哈 不知宰相大人登门到访 哎呀 又何贵干呢 哈哈 爽快 哈哈哈 哎 听说你们村里有个叫马良的 他有一只神笔 画什么都能变成真 哎 真有此事 皇上听闻了想见见他 啊 这马良他怎么会在我府呢 对啊 他没来过 是 没来过 那你们家招财尽宝 谁当驸马爷 我也没提过 车 这整形呢 我们可是给你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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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宰相大人 这今后无论是招财 还是进宝 谁做了驸马爷 我们都会一定的好好 管代你的 会不会做人就看你们了 皇上现在要见马良 可是我们说过了 马良确实不在我们这儿啊 老爷 那事不好了 又怎么了 马良他逃走了 他是怎么逃走的 他是从柴房的另一扇门逃走的 柴房几时多了一扇门呀 小的也不知道 老爷 一定是马良用那神笔画的呀 还说马良不在你们手里 我也不会做人就看你们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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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们两个奴才还不快去追马良 我是 一十三 阿妞阿妞 阿妾 毛贝 哎 哎 怎么办呀 怎么办 你不要呀 救命啊 快去啊你 水 阿虎 阿虎 你怎么了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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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吧 不许少了 我会在那里 在那里 快点 不要跑 驾 Fahr 快点跑 他们来了 快跑 别跑 看蛙你蛙 我要跑 救命啊 王上 这只就是那只神笔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嘛 王上 这国真是神笔 画什么都能变成真 真有那么神奇 你可不要欺骗真 哎呀 不敢不敢 皇上 这国真是神笔啊 好 那你就用这只神笔 给朕画一座金山吧 如果金山变成真的 朕就相信你 并且重重有赏 是 皇上 传招财金宝 给皇上画作金山 遵令 谁是招财金宝啊 皇上 记得我跟您提过那驸马爷的人选吗 他们亲戚书画洋洋精通啊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招财金宝到 参见皇上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听声 谢皇上 啊 招财 快给皇上画作金山啊 好好地表现 好 我现在就给皇上画一座 旧金山 哇 哎呀呀呀呀 呼呼 旧金山画好了 哎呀 臭死了 我叫你画金山 你给我画一坨大便 你 你分明是在欺骗这啊 皇上息怒 还有金宝 让他试一试啊 对对对 还有我 还有我 把笔给我 哎呀 金宝 好好地画 千万不要砸了这个机会啊 走开 看我的 金山 花 花 花 哎呀 哎呀 臭死了 你们两个分明是在戏弄这啊 哎呀 把笔还给我 你们两个真是的 哎呀 还不快给我滚出去 哎呀 快快快 哎呀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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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还有那两坨大便也给我清了 哎呀 哎呀 真是气死我了 啊 皇上 皇上息怒啊 一定是那马良在神笔上施了什么妖鼠 啊 是神笔失灵了 啊 啊 对对对对 哎 那神笔只听马良的话 只有马良话的金山 才能够变成真啊 哼 皇上 朕 姑且就信你那么最后一次把马良带上 是 是 啊 啊 啊 跪下 嗯 禀告皇上 嗯 马良带到 参见皇上 嗯 马良啊 马良啊 马良 嘿嘿 朕见你年纪还小 不愿致罪于你 可是 你可得听从朕的话 和朕说实话 要不然 朕 就再把你关进天牢 让你永远见不得天日 皇上 你想问什么 尽管问吧 哎 那笔 果真是神笔吗 哎 是谁送给你的啊 这支 当然是神笔 是神星姐姐送给我的 哦 那么就是说 用这支笔画的东西 都会变成真的 没错 啊 嘿嘿嘿 好孩子 如果你肯替朕画一点东西 朕就马上把笔还给你啊 皇上 你要我给你画什么东西 嗯 你就给朕画 一座金山 银山 再画一株 摇钱树 上面掌满了钱 轻轻一咬 掉下许多钱啊 啊 皇上 哎 我不会帮你画这些东西 岂有此理 你竟敢如此对阵说话 大胆 你是画还是不画 死都不画 啊 死都不画 那如果他们死了 死也不画啊 阿牛阿虎 马拉 你别听他了 哎呀 啊 哎呀 啊 你们好贝贝 好 拿笔来 哎 这才是好孩子嘛 啊 干得好 哎 谢皇上 我给你们画 哼 哼 哎呀 马梁啊 正叫你画金山银山摇钱树 你这是在画什么呢 马梁你画什么大海啊 快给皇上画金山银山摇钱树啊 莫吉你看这不就是你要的金山银山摇钱树 好 哎 哎 哦 哎 哦 哎呀 哦 哎呀 哦 哦 太好了 哎 哎 可是马梁啊 你 你干嘛画那个大海呢 哈 我画这大海是为了保护金山银山 哦 要不然他们会被别人搬走 哦 嗯 有道理 有道理 嗯 好 那么马梁 你现在就给我画 啊 画一艘船吧 越大越好 我要把它们全部都运回来啊 哎 哎 哦 哦 哦 皇上 你看够大不够大 哎 啊 很好 好好好 这船够大了啊 哈哈 哈哈 你 是 马上合振上船 我们把金山银山摇钱树 全部都搬回来啊 哎呦 哈哈 是皇上 哎 走 画得好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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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上船了 哎 嘿嘿嘿 皇上 小心点啊 嗯 嗯 啊 哎 哎 马梁啊 你 你这船也太慢了吧啊 好 让我给皇上添一些风 嘿 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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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马梁啊 你 你这风也太小了 好 让我把风再画大一些 这些大风会送你们想要去的地方 嘿 哦 哈哈 哈哈 啊 哈哈 啊 哎 哎 哎 好了 好了 够了够了 这风够大了 不要再画了 哎 哎 船要承扰 别再画了 救命啊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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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良 啊 啊 请手下留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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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姐姐 啊 我知道父王和他们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 也请你给他们一次机会 改过自新吧 原来一身姐姐是公主 啊 我相信经过这次的教训 父王和他们一定知错能改 况且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邻国必定会攻打我们 这样下去受害的还是百姓啊 神仙姐姐也说过 我要照顾大众 啊 嗯 嗯 皇上 嗯 你听好 你好好待在京岛自食棋里 哦 当你了解人民百姓的痛苦时 真正改过自新才会让你回来 哦 这段时间 国家大事就劳烦医生 呃 不是 呃 是公主来做主 哦 哎呦 哎呦 多谢马良不杀之恩 我一定好好治理国家 让百姓们安居乐业 啊 啊 女儿啊 花 马良 啊 你们啊 快啊 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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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良你在哪啊 马良 啊 女儿啊 花 啊 马良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太好了 马良 可是你的画笔断了呀 哦断了也好 以后再也没有人逼马良画金山银山了 嗯 以后我不能帮大家画画了 嗯 嗯 哎呦啊 我 骂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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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星姐姐 对不起 神笔坏了 我再也不能帮大家画画了 你以为这些奇迹是这支笔创造的吗 嗯 其实它只不过是一支普通的笔 哦 你 就是神笔 神笔就是你 哦 我们听不懂 马良 你原本是天上的小画仙 因为仗着自己画风好 目中无人狂妄自大 还在天庭四处惹祸 所以玉帝把你打入凡间 要你改过自新 现在的你富有爱心 乐于助人 还处处为人着想 是时候让你回返天庭了 嗯 马良 神仙姐姐 能让我待久一点吗 还有很多人需要我的帮助呢 天意难为呀 啊 神仙姐姐 求求你 求求你 好吧 我就让你在人间多待三天吧 啊 三天 什么 只能多待三天 哎哟 三天就够了 一天怎么会够呢 哎呀 你们可要明白 天上一天等于人间一年哦 嘿嘿嘿嘿 那马良呢 就利用这三年的时间 继续在人间造福大地 哈哈哈哈 哦 爷爷 我明白了 哦 你明白什么 天上一天等于地上一年 啊 不是 我是说 我是说 我明白 画画是要靠真心 就真心才能画好画 要不然就算有多名贵的笔意 也画不出 哈哈 你明白就好了 哈哈 爷爷 嗯 还是你厉害 嘿嘿嘿嘿嘿 嘿 jako 看ую 我回来了 好 小心啊 不要甩 门啊 爸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不过和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媳妇 你买了吗 买了什么 画笔啊 我买了 现在就给他 不啦 我看还是等圣诞节吧 妈妈 哥哥不让我画画 笔记在导弹根本不是来画画的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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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弟弟啊 哎呦 好了 好了 你们 不要插了 不要插了 这是我向往的世界 一个是外套愿望 我会用最美丽的颜色来守护他的永恒 好让我能听到花开的声音 闻到美丽的香气 这是我向往的世界 一个是外桃源 在这一世无尊的空间 谁能再相信 认知初心闷上 我会用最美丽的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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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AAIn свои打 Mart lips 的颜色人 这个梦 智子 Wh 4 分 al 是